哈囉我是達莉 今天是Room2的第二集 下一集已經拍過房間的Room2囉 然後這一集呢就是來講客廳 其實客廳是最早完成的地方 因為大部分的沙發跟躺椅一進來 其實大部分雛行就有了 如果你們有看上一支影片 再上上一支影片啦 我剛搬進來這個家前的影片 就會發現其實變動不大 但是我們就加了很多新的抱擋啊 或是一些裝飾的東西 大概就這樣 因為這邊主要呢 客廳很大的關係 是因為這是我跟大門的工作拍照件 所以沒有變動太大 盡量可以讓它有更多的變化性而已 可是因為畢竟還是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還是加了很多人性的部分 然後有很多儲物的地方 或什麼之類的 好 我們就直接去看看吧 好了 來了 這就是我家的客廳 其實跟上一次好像差不多 因為客廳是上一支影片最快完成的 就是沙發還有這些椅子 都先在IKEA買完成了 所以剛上一集差不多 但也很多地方呢 我有加一些東西 還有換了很多東西 簡單帶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呢 這是我進家門口的視野 就是簡單這邊是我的電視的客廳區嘛 那這邊就是小餐桌 因為我跟我媽住還有一隻狗 你就可以看到兩個位置而已 因為我們不太有 不太常有客人來我們家 然後就是我們家狗的飯碗 我們就是坐在這裡一起吃飯 但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會在房間裡 看著電腦吃東西啦 左手邊一進門呢 就會有這個 一個小木頭 這個是自己組裝的 也是在網路上買的 然後就簡單放了一些布置 然後書啊 或是一些比較醜醜的東西 都會把它塞在這個 手體裡 你就眼不見為盡 那這個籃子 是在淘寶買的 這個是我媽帶狗出去 裝狗大便用的 他 然後一回家嘛 你就會把鑰匙啊 或是一些 發票 鑰匙包的置物區 都放在這裡 旁邊就是買 因為我買了很多淘寶的話 就會讓你家布置 但是整個會感覺比較有feel 所以我很推薦 如果你想要布置家庭啊 一定要買一些裝飾品 就是像畫 蠟燭 這些都是必備的 左邊過來呢 就是 電視區 這個竹籃跟我房間的是一樣的 他好像買大中小西的組合吧 我就一起買了一個set 那裡面的 放的花 都是乾燥花 或是一些造具花 其實我沒有很仔細的 裝飾它啦 我就是有什麼就往裡面丟 因為它等於我的 花卉的拍照花卉自物欄的概念 那這個櫃子 電視櫃是在IKEA買的 然後下面就放衛生紙啊 那 買一些竹籃 或是一些抽屏 可以塞一些小物 就是盡量把門面 就是 垃圾垃圾的東西丟進去就對了 就是 我的懶人收納法 電視 好像是全部電子買的吧 是我媽買的 用的主要都她在看 因為這一區 我其實很少會坐在客廳 我大部分一回家 就是在房間 就是在電腦前上班 所以這一區大部分都是 我媽在使用的啊 但是布置是 我布置的啦 因為你知道 媽媽有一些 很奇怪的眼光 她常常買了一些 我不知道很懂的東西回來 然後我都盡量把它藏在一些 我看不到的地方 那垃圾桶呢 是IKEA的 後面那個這個呢 假花 它其實是假的 我也在淘寶買的 可是我覺得真的 你不說是假的 真的是看不出來耶 真的覺得買的很對 因為真的植物你要照顧它啊 可能會長蟲啊 然後你要剪一些褲子睡葉啊 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我就是懶 覺得就是裝飾而已 讓整個客廳 感覺比較有綠意 然後 這個主欄也是 就是這好像是最小的吧 反正就一起買的 那每次淘寶呢 它都會寄這個麻布袋啊 我覺得都很浪費 我就直接把它當成 盆栽裡的夾土 其實真的看不太出來啦 因為它的這個 假花它的盆栽 就這樣小小的一個而已 那我覺得這樣一眼望去 會有點明顯 而且它會有點重心不穩 就塞一些這種麻布袋 反正也是廢物理用 讓這個花盆的原型 也會比較漂亮 你們下次也可以這麼做 就是把它廢物理用一下 這邊過來就是一個 很大的穿衣鏡 這穿衣鏡主要是 我跟大蠻要拍照的時候使用的 因為我們客廳空間其實蠻大的 主要想說有時候 拍一些穿搭照啊 可以在家裡拍穿搭 那這種全身鏡就是很好做利用 就拍鏡中鏡啊 什麼都會很美 然後旁邊我就是掛了 之前我在上一個家拍影片的時候 會把它放在後面的裝飾燈 它是真的可以亮的 我亮給你們看 晚上也可以當成小夜燈 因為它放在窗戶的旁邊 就讓整個家 感覺好像更寬廣 我覺得很不錯 在這個後面啊 拍起來也超美的 我覺得每天都可以在這邊 自己自拍 然後我們家的風景 其實很不錯 因為剛剛部分看過去都是矮房 那這一邊呢 現在只有照進來一點點 我覺得這一區有太陽的時候真的很美 那這個燈呢也是IKEA買的 這個花呢也是跟超寶那個一起買的 這是另外一個什麼榕樹葉喔 也是很鼻枕 然後很大一盆 然後也是用這個把它裝起來 不然那個稠稠的那個盆栽 擺燈也會蠻突兀的 那這個椅子呢也是在IKEA買的 上一支影片就有了 這影片就是 呃這個椅子就是我媽看電視專用的長椅 上面的抱枕都是IKEA的 然後這個海報是我們公司的海報 很可愛吧 我們就是自己印一個紙啦 然後把它裝進IKEA的相框裡 你就可以不用去買一些漂亮的畫 就可以自己設計 你喜歡什麼圖案呢 你就做什麼圖案這樣 主要呢就是拿來遮這個 插電的地方 這樣整個拍照起來 你才會覺得哇這個家好乾淨喔 因為主要這一區就是想要拍照使用的 所以我沒有在後面的牆 訂很多層板或什麼之類 因為我們拍照需要擺一倍 那這個沙發呢 是IKEA買的 抱枕也都是 我有時候就是看到什麼漂亮的枕套 我就會買回家 所以它不一定是這個配色 但目前也是這個配色 就是有點紅紅的 配合新年的感覺 這個仙人長抱枕也是跟了我很久 好像是單眼瓶女孩一個購物網站的 然後就是massy兔兔的 很可愛的粉紅小抱枕 那這個桌子呢 它也是IKEA買的 它是三層的 另外一個就放在那裡 你可以分開用 然後一組這樣一千多塊 那時候有特價 忘記買多少錢了 其中一個最小的 就被我們拿來當成沙發椅的邊桌 放眼空氣啊還有衛生紙啊 這衛生紙也是我媽買的 它買好像四百多塊吧 所以我想說好吧 讓它留在這裡 雖然不太是我的雕雕 但是也是蠻可愛的啦 然後呢 你們有發現客廳跟餐廳之間 我們自己掛了一個白色的布 這個也是大門在淘寶買的 一個非常長 好像兩百公分長的 這種伸縮感 我們是打算就是拍照的時候啊 可以把這個白布這樣拉開 拉開之後呢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拍攝 剛剛拉太多了 如果你們有看我們蚊帳的穿搭蚊 你就會發現後面有個白布 然後這樣這樣拍過去呢 我媽就可以在後面去忙他的 然後我們就在前面這邊拍照 所以這邊的東西常常 這個沙發都會移到這個布幕後面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很大的白背的空間 那地毯呢 有一陣子很迷利的那個摩洛哥風 然後我就把地毯用成遮壓 鋪了兩層 其實只要這個這一層就好了 但我一個人懶得把這個換掉了 因為上次拍照的時候要把它鋪上去的 反正就是這區就是拍照區常常會變換 那這個地毯的主地毯是 IKEA買的三千多塊 很便宜 只是它的Size 稍微迷你一點點 但是也夠用啦 是因為下面這個淘寶買的地毯太扎了 這個地毯超好看的 然後它很便宜喔 你們可以去看我的連結資訊來 因為我現在忘記多少錢 可是它下面是做防滑的 然後它是列印的那種風格 可是你遠遠看就很像地毯 它沒有這麼毛絨絨 就是像這種毛絨絨 可是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也比較不容易髒 然後其實這樣乍看 你會覺得它真的很像毛絨絨地毯 我覺得質感是很棒的 重點是它這個價格 我覺得對得起它 然後呢 旁邊就是這個 可愛的小魯斑比 斑比真的超可愛的 主要就是擺上去整個風格就會很可愛 我很喜歡這一區的地毯區的配色 我覺得很可愛 反正就是 你就可以自己隨意佈置啦 我是自己滿滿意的 因為是自己的家嘛 那右手邊這邊就是小餐桌 這個也是在IKEYAMAI的櫃子 裡面就堆放一些雜物區 很多無謂 這個桌燈是IKEYAMAI買的 這個超美的 然後也是簡單用畫 還有一些花瓶乾燥花 布置一下 然後這個茶 也是我媽買的 就放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搭的 那這邊就是護手霜 跟放一些小物的地方 然後這個蠟燭也是淘寶買的 主要是拿來裝飾用的 我其實沒有燒它 所以我也沒有care它的味道是什麼 餐桌都是在IKEYAMAI買的 我覺得很簡單 然後我媽又買了這個 應該也是小北百貨或什麼之類買的吧 就可以讓它靜音的 因為IKEYAMA下面竟然沒有附那個軟墊 然後我們又是住在最高層 很怕會樓下住戶會吵到 所以我們就裝了這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這個我媽買的很好 因為它真的簡單又好看 然後呢門口旁邊呢 就是鞋子的地區 有點凌亂 下面就是一個圓形他幫我買的 竹邊的地塔 還有一個小板凳 這板凳好像是我買床的時候 那個家居行送我們的 那這一區呢 我有請朋友來幫我把這些東西訂上去 像是這個木頭 就是大滿買的 它就是一個衣帽架 那我主要會訂在這裡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後面有個便電箱 那如果這樣當看就整個覺得很會的整個畫面 所以想說那乾脆就訂在這裡吧 我掛外套啊或是掛一些包包 就可以把這個便電箱遮住 然後你要使用的時候也很方便 就把東西拿掉就可以使用了 不會開開光光很麻煩 那旁邊這個呢 也是很輕的木頭的自書的架子 這也是主要是好看而已 然後這架子也是歪歪的 就是它是整個四部平均的 所以你仔細看啊 如果你看得出來的話 它其實是有點歪歪的 要很敏銳很敏銳才會發現 因為那天我朋友幫我釘的時候啊 就有把有一邊的釘子做稍微高一點點 這樣才會看起來是稍微是水平的 因為我朋友是室內設計師 所以我就直接請他幫我 他真的非常的專業 如果你們要找他的話 我也把他的資訊放在資訊欄裡 那這邊就是衣帽架 就掛了一些平常會穿的外套 旁邊這邊呢 就是一個鞋子簡單的架子 放一些拖鞋啊 還有帽子 也就是放了一些雜物布置 主要也是好看啦 反正你要穿鞋子的話 可以做這個小版本 然後為什麼這邊會有畫呢 沒錯 因為後面有一個 反正就是網路線的一個集合箱子 就把它遮住了 你就覺得 好像瞬間變得很順眼了 有沒有 那左邊呢 就是鞋架 然後還有一個三斗� 裡面就是放一些帽子啊 有些眼不見微鏡的東西 反正不喜歡的話 塞進去就對啦 這就是我的收納哲學 看不見就對了 那這邊就是掛 我媽很喜歡買這種東西 就是放在鞋櫃或是衣櫃的旁邊 你旁邊就可以廢無理喔 可以收納更多的雜物 也滿偷瞄意喔 我的鞋櫃 其實是滿空的 因為我搬家的時候 很多鞋子都捐給別人了 大概是這樣 客廳介紹完畢 好的 你們會看到客廳會如此乾淨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我把雜物全部堆在我的 呃 置物間裡 就任何垃圾 拉氣拉霸的東西 我都往裡面塞就對了 現在又帶你們看我的儲藏間 到底有多亂 然後醉了多少雜貨 掰掰 如果你們看上一支影片 就會發現 這是個房間真的超空 現在被我們堆七堆八堆的 一些無微不類的東西 這邊是這兩個都是衣櫃 然後這個是東 這個是下 就是拿來分類我的衣服 他們現在都裝得滿滿的 超級超亂超級亂 這邊是我的洋裝區 反正我也是自己有一個分類的理論 然後上面啊 你可以選這種鉤子 掛在上面的這種鉤子 然後 你就可以掛一些小包包 比較不會浪費空間 因為像這種包包真的要收納 會真的滿好地方的 那像左邊呢 就是有鐵櫃 下面都放一些 保養品化妝品 一些我的 廠商給我的 東西 待拍的東西 都會先收納在這裡 像是有包裹 我就直接拿在這邊放 所以這邊有滿多 還沒有打開過的包裹 然後還有很多 我拍照的 用具 然後 現在你們看不到 其實這裡有個紙箱 這個紙箱裡 全部都是放些 拍攝的布啊 或是地毯啊 然後一些 漂亮的鍋碗瓢盆 白拍用的那種 然後行李箱也是放在這裡 本來很漂亮的架子被我搬來這裡了 因為實在沒有地方裝它 這邊就拿來放 帽子 然後也是拍攝的一些書本的小 小道具 還有一些美麗的布 什麼之類的 上面呢 本來是放化妝品 但我現在清了不少東西 所以現在就會放一些 大型的包包 還有一些子彈 把它收納在這裡 然後 這一個衣櫃主要是放包包 很多很多很多包包 下面這個也是放包包的 但我現在這邊都堆滿東西 如果要用的話 就要把它移開 還有我媽的健身器材啊 我現在都先把它藏在這裡 上面你也可以放很多東西 就是無止境的往上堆點 那這個呢 我有請也是設計師朋友 幫我訂這個 掛衣服的架子 因為我的外套才太多了 我很需要一個地方可以收納它 這個架子也是在淘寶買的 當然我覺得非常穩固 因為其實掛衣服的東西蠻重的 那我掛了很久 它也是保持得很好 代表它的穩固力是很棒的 上下都有一層 然後在外套與外套之間啊 它是可以放一個木板 給你們看 它是一組的 它就是這樣設計的 然後我就可以拿來藏一些 比較不常穿的毛衣 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也是 我就訂了一個L型的樣式 然後這裡藏了一個鞋櫃 還有很多保養皮化妝品 也是雜物區 我全部都堆疊在這邊 所以這邊會真的很亂 燙衣服也是在這裡燙 但是還好這個路線是沒有被擋住的 所以行走跟取用東西是非常方便的 還有一些拍照用的 要換的地毯啊 也是都先放在這裡 因為我們外面客廳主要就是拿來拍照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拍照的東西都藏在這裡 然後這是不要的比較舊的衣帽架 我就拿來也是放在門後面 然後你可以掛圍巾 或是像這種帆布包包 因為這些東西你就會找個地方收納 然後你就把它藏在門的後面 大概是這樣子 非常的亂 但是真的還滿能塞的 我覺得 訂這個真的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它真的解決了外套太多 又太厚的 這些很麻煩 就把它統統藏在這裡 超棒的啊 那它左手邊就是廚房 其實廚房我都交給我媽 所以我裡面沒有布置 我只負責買了這個門簾 我就說交給我媽 因為這主要是門面會看得到嘛 這也是在淘寶買的 我覺得它布料很好 然後也不貴很值得購買 那廚房大概是這樣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把架子拿進來而已 然後洗衣間 也是堆著慢慢慢慢慢慢 大概是這樣 喔 這裡是放那些廚房用具 這架子也是IKEA買的 就是放這些 熱水壺啊 微波爐啊 還有我家狗的狗飯丸 然後我媽很聰明 就在這邊盯了兩個釘子 然後就可以掛這個籃子 然後再把這些東西 分門別類 放一些剪刀啊 或是一些 捲齒小物 就是盡量生一些空間出來 可以放更多更多東西 好 然後呢 帶你們看我媽房間 我媽房間也是它自己佈置的喔 很可愛 就有個沙發床 然後放滿了娃娃 然後早上因為很亮 它也是用遮光布 這遮光布是我之前家的窗簾 然後還有它的小書桌 簡單的衣架 掛一些它的外套 然後一張單人床 跟 這好像是運動跑步機 我現在先把它藏在這裡 然後 我家狗睡的這種 巧拼軟墊 後面有一個 三斗櫃 上面就放一些 它的化妝品啊 保養品之類的 溫馨可愛 好 就這樣啦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可以歡迎留言給我 我會把如果找得到連結 或是還購買到的東西 還記得在哪裡買的呢 我都會把資訊放在資訊欄裡 那大概就這樣囉 有任何問題再問我吧 Bye